当年和我们看的是软件安装方式的第一个 叫圆码包的方式进行安装 那么安装的过程中呢 刚才又演示了一下 我们安装一个web服务器软件的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装的时候 这需要一个依赖 那需要的依赖太麻烦了 还得去网上下依赖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式 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第二个呢 叫奥金制包的形式进行安装 那么奥金制包的形式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RPM形式 它的优点呢 是包管理系统的比较简单 往往那么只需要通过几个命令 就能够实现包的安装 升级查询和下载 比较简单一点 那缺点就是经过编译 我们就看不到圆码了 你会想着看不到圆码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改它圆码 那如果说你想去定制一下它的圆码的话 那其实还是圆码方便一点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不到圆码了 由于奥金制包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RPM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RPM的几个命令 当时第一个命令叫RPM-QA 是吧 然后输现GIP后面呢 关键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RPM-E 表示卸载 后面呢 软件的一个关键词 后面的话可以选一个加一个叫-no DPS DPS 就是忽略依赖关系 最后一个安装RPM-RVH 然后呢 完整的一个名称 或者说完整的路径都可以 然后后面的话 在后面的课程里面都补充了一下 有一个叫更新 但这个更新呢 咱用稍微少一点 叫UVH UVH 表示更新 更新呢 叫完整的一个名称 这个呢 用了稍微少一点 所以在一开始第一次讲的时候呢 没有讲到 后面就做了补充 大UV 小U也行 然后除了这四个的话 那么今天呢 再给大家补充一个 叫RPM-QF -QF 后面呢 文件的路径 这个标个红 标个红 什么意思 QF QF呢 是它的含义呢 表示的是 查询指定文件 属于哪个包 查询指定文件 属于哪一个包 什么时候需要用它呢 比如说 我发现 在这个文件 ETC 下面有一个 HTTPD 下面有一个 COMF 下面有一个 HTTPD点COMF 我不知道这个文件 它是哪一个软件包 放进去的 你是小U之行 它就会告诉我 这个文件属于 HTTPD 2.2.15这个包的 是这个包 把它创建好的 就这么一个作用 因为如果说我们在安装 这个软件的时候 不指定路径的话 它默认的会 这放一个 那放一个 然后导致你根本就不能识别 这个东西到底是谁装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通过QF 来进行查询 查到这个文件 原来是哪一个包 去放进去的 这样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文件 有没有用了 有谁可以作用 行 但是最后呢 补充的一个QF 查询指定文件 属于哪个包 那现在的话 RPM呢 咱前面已经用过了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 做一个小单例吧 来使用奥金之包 安装一个 叫LYNX的 这么一个软件 那这个软件呢 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是一款纯命令行的 浏览器 纯命令行的浏览器 浏览器咱都见过 有见过命令行的浏览器吗 没有见过 那没有见过 但是用不用呢 一般情况下 可能会用到 为什么 因为Ninux服务器 它就没界面 没界面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用过 命令行的浏览器 你会觉得 没界面哪里的浏览器 是不是 但是就这么神奇 它有这么一个工具 叫纯命令行的浏览器 叫LYNX LYNX这个RPM包呢 咱也不需要自己去找 在我们的光盘里面 就有这个包 对 在光盘中啊 就有这个包 所以直接用这个包就行了 光盘 我们可以先确认一下 这个光盘有没有被挂载啊 怎么看 LNS 挂了吗 第一个是不是就是啊 3.6 没挂啊 行 没挂的话 那么就自己挂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再确认一下 我之前的这个MNT DVD还没有啊 当时应该是做了一个 快照和乐队的还原了 MHDR MHDR MNT下面的DVD 单起别的名字也可以啊 然后呢挂MNT Mount 先说谁 原路径 原路径 DV杠S20 然后呢 MNT杠DVD 走 好挂的成功 这个时候只不过它是一个 只读的 没问题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来开始安装了 RPM杠 安装 RVH RVH 然后完整路径 那应该是MNT DVD Package 下面的LY 输LY就可以了 因为一LY开头的东西并不是很多 直接补权 已经找到了 它根本装的版本呢 是2.8.6 然后按回车就可以了 走 装完了啊 这样的话 咱那个已经就装好了 就这么简单 做了几件事 第一个呢 先去创建一个目录 然后呢 做个挂载 最后呢 安装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同样是安装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 安装的方式和 圆满的安装方式 哪快啊 那肯定是这个快了 那如果说 有同学说 那如果说我自己编一个 L1X怎么行呢 可以 你在编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编的过程中 你就需要先去装 装这个 装这个NCUR这个软件 所以咱刚才先装的这个东西啊 所以编起来呢 也不方便 但是呢 我们用RPM呢 就相对要比较方便了 这就编好了 编好之后就可以用了 怎么用 咱来试一下啊 先把屏清了 但是试的时候呢 你先得保证你有网 你要是没网的话 你试不了啊 L1X 输入命令 后面的加上的选项 叫杠杠当卡 然后呢 加上你的网址 比如说我访问 3w.bidu.com 走 那这个是不是百度页面呢 我们往上翻 命令在这 百度搜索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百度的输入框 横线就是输入框 那虽然说它没有一个界面 但是呢 其实我们看这些文字描述 其实也大概就知道 在页面上有哪些东西了 然后另外就是 有很多标号 这个标号呢 就类似于写这个 毕业设计的时候 它有一个引用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应该有个链接 那这个链接多少呢 那往下找 找1 就是这个链接 然后呢 像这个百度首页 它又是个链接 9嘛 百度首页在这 然后就这样的话 就可以继续呢 通过这个LINX 来继续访问 你想要访问其他页面了 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这是这个工具 LINX 那么除了呢 它能够让我们去访问 指定的页面 这个长 刚才这个操作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地方 就是 我们可以用LINX 来去写一个计划任务 让它的 让它的定期 去请求一个脚本 比如说这个脚本 我要做一件事 要备份一个数据库 行 那你通过LINX 去调用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 一般是指向 这个PAP脚本 或者说GSP脚本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模仿浏览器 去请求这个脚本 让这个脚本去执行 因为脚本本身 是没有状态的 它需要去触发 才能执行的 所以这个时候 可以通过LINX 来进触发 它有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软件 大家可以先记下这个名字 然后呢 以后呢 如果想用了它的话 你得知道 有这么个工具 叫LINX 例如 查看 百度 那么的命令呢 就是LINX 杠杠 DUMP DUMP 档款 然后后面呢 加上 我们需要的域名 也就是 3W. 百度.com 杠杠档 DUMP呢 叫打印的意思 打印的意思 然后后面的话 就加上地址就行了 当然你可以直接输入 这个LINX 它会给你看一个 类似于帮助的 类似于帮助手册的 这么一个东西 告诉你一些快捷键 然后返回键 浏览器有返回 那这个返回键怎么用呢 可以 按左右键 按左右键进行切换 上页下页切换 很方便的 其实做的还跟这个 真实浏览器 还真有点像 还别说 这是第二个方式 进行安装 那么除了第二种方式呢 还有第三个方式 叫亚末等 撒瓜式的安装 这种方式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 因为撒瓜式 对于触节者 的确来说 选择这种方式 最方便最惨事的 它优点就是 安装简单快捷 多快 比上面这个还快 缺点就是 完全上市的自定义性 一点都不能自定义 什么都不行 一点都不能自定义 所以比较局限性了 对于触节者 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 比较简单 简单粗暴 你常用那些命令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叫YamList YamList 这地方需要注意 这个Yam 这地方是个等 为什么说等呢 因为不同的 Ninux分支 它的命令可能不一样 但是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Tenow S 叫Yam 那在乌版图下 叫apt-get apt-get 但是效果和Yam 是等同的 但是命令不一样 所以这地方我们是以这个Yam为例 YamList YamList表示 列出 列出当前电脑上已经装的软件 和可以装的软件 其实也就是认为是所有软件 但是这时候的时候注意 要使用这个命令的话 如果你在不更改 不更改软件来源的时候 默认是需要联网的 注意 如果不更改 软件来源的情况下 是需要联网的 才能使用Yam的 也就是你必须得先有网 没网那就不行 这个得先去网一下 那么YamList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YamList 这个命令在哪个目录执行都没问题 在哪个目录执行都没问题 跟目录没有关系 这时候他就开始查了 因为需要联网 所以速度可能会有一点慢 但是如果说 你以后的话 你去工作的电脑 网速一般都很快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他从哪去查 Tissing华 清华大学的镜像服务器 去清华大学服务器 想去找资源了 看看有哪些资源 Mirror叫镜像 然后Tissing华就是清华EDU 教育网 第一次用的时候 可能有点慢 当后面用的话就快多了 他列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当前YamList 在我们本地上 已经装的软件 和还没有装 但他能装的软件 都在这里面 这里面有很多 包括后面 可能说我们要装的 看到了吗 PHP 后面我们装的PHP 这些东西这里面都有 所以用这个命令 比较方便一点 那么这个 List呢 就表示的含义就是 它列出我们 当前已经装的 和可以装的 这个软件 就是全部软件 就全部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叫YamSouch YamSouch呢 这个和它的含义 其实也就是一样的了 表达的含义是 搜索 指定 关键词的 软件包 就是 在安装之前 我们可以去搜一下 通过YamSouch 来搜一下 看看呢 有没有这个指令 那有的时候 有一些包的话 它这里面不一定有 那比如我们搜一下 YamSouch RCH搜一下 搜谁呢 搜买搜号 我们看这里面有没有买搜号 跟买搜号有关的 是不是有啊 行 这是这个命令 第三个 YamSouch 这个选项呢 加通过号 意思是 可以写 也可以 不写 那写不写 区别在哪呢 写的话 当你写的时候 你一旦写了 那你一敲回车 在整个安装过程中 不会让你确认 这个Y呢 就相当于是yes 就是不需要你确认了 如果你不写的话 比如说 我在安装MySQL Yam 我不写啊 因死到 MySQL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 让你确认的一个操作 它会有一个 让你确认的操作 你只有输了Y 按回车 就这个步骤 yes is ok 它会给你列出来 你要装MySQL 行 那我先给你装一个 这个 然后再给你更新一个 这是什么 Defense 更新一个Eline 然后你确认一下 是不是这个操作 如果试试按Y就行了 那我不想输入 我就按 它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呢 加一个-Y的话 那不好意思 那个-Y输入就是yes 这个地方呢 这个步骤 你就看不到了 它就全部给你 默认给你允许了 这个-Y就是这个意思啊 表示 默认允许 那这个操作呢 Install就表示 安装指定的包 -Y 表示允许 表示允许 不再 确认 不再确认 然后后面的含义 两个含义和它的单词也一样的了 up data 更新指定的包 -Y也是表示允许 但是这个包名是可选的 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不指定 包 则 更新 全部软件 就相当于更新你整个操作系统了 全部的包 全更新了 安装 安装 不行 安装你得安装什么呀 全部安装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地方呢 来试一下up data 它会告诉我 看我们需要更新好多东西 up data 不要说刚挖呀 因为咱网速跟不上 我们这个操作系统本身就版本比较低 它要更新的软件可能太多了 我们大概看一下行吗 对 都是要更新的 要安装14个 更新 升级647个 一共819兆 你千万不要输歪啊 819兆 到这个网速你得跑半天 先退出来啊 这是更新全部的包 但是如果说你只想给某一个包 你就可以在后面加上包名了 那比如说 我想更新谁呢 这里面它有吗 比如说我想更新这个 更新这个吧 是 这个是安装的应该是 找一个更新的 这个找更新的不好找啊 出来了 你加包名的话 你加包名的话就会更新指定的 这个只有408K 只有408K 不更新 行 最后呢 还有一个remove remove呢 就表示卸载 指定的包 卸载指定的包 那这个时候卸载 你肯定要加包名啊 那怎么能把整个系统给卸了吧 所以卸载的话 你必须要加个包名 这是这几个选项啊 那行 那么接下来 那我们来做干例啊 我们本身是不是装了这个火壶啊 哎 我来通过 火壶看有没有啊 rpm-qa gip fire e fox 有吧 行 那现在我通过yam进行卸载 那么指定的话应该是 yam -y 写不写都无所谓啊 但是建议大家在前提 不要辅刚歪了 看一下 然后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单字超错了 万一你把别的软件给卸了 所以这块呢 需要去注意这个问题啊 这地方坑很大 为什么说坑很大 举个例子 那么刚才在查看这个my circle的时候 是不是看到一个my circle leave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 那比如说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吧 emov remove my circle leave 我写着它 你看它它同时写哪些东西 是不是写错了呀 my circle leave 走到了啊 是不是有这个软件 但是你注意 它在卸载my circle leave 的时候 同时也会把 把它给卸了 这是啥 对 计划任务 如果说你在卸载my circle leave 的时候 加上钢歪 那不好意思 你的crown table就没了 你一旦没了 你后面的计划任务 之前我们讲的那个计划任务 你用不了了 所以这地方就比较坑了啊 你千万这个钢歪 在前提 我不建议大家说 等你真的确定这个操作 不会把你其他东西给卸了 你才可以这么做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钢歪就能不加 咱尽量不加 看它在卸的时候呢 要卸哪些东西 你确认没有问题了 你自己手动输个钢歪 输个歪都行 你如果前提 就直接加了钢歪的话 到时候卸了什么东西 你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它不会给你在这个地方停下来 让你看起来哪些东西 所以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Remove 然后FIREFOX Farbox 来之前一下 FIREFOX 钢歪没加 咱不用加 走 Remove 正在删除 火壶 有依赖吗 没有 这时候确认的时候 你再按 它就移了 当时就移了 因为咱这个所有的操作都是基于这个网的 所以呢 如果网速有点慢的话 它这个地方执行的确是有点慢 成功了 complete 完成 火壶呢 就已经成功卸载了 那么卸载之后呢 我们现在再把它装回来 再试一下安装 再试一下安装 那就是 YAM INSTONE 然后呢 FIREFOX FARBOX 钢歪呢 眼线不要加 把它改成 INSTONE 走 这个时候 它就会给你带出一些不要的东西了 会带出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了 它给你其他东西呢 也给你装了一些东西 这是它依赖 这个依赖其实也不是必须需要依赖的 你看给你装了什么 谷歌字体 谷歌字体 它给你把谷歌字体给你装上去了 这字体其实对于浏览器来说 要不要其实都无所谓的 但是呢 它会有个附带产物给你装上去了 装一些 比如装一些主件啊什么的 它都给你装上 你认为浏览软件也行 但是如果再说你要装 你还必须得输 也不行 要么你输Note就不装了 312兆 不装了 反正咱后面咱不用这个 不用这个火壶啊 你要装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 312兆装插之后 所以这边的话 装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后面网组好的话 你可以通过YUM来装 这个很方便 因为所有的依赖关系 你想看看啊 咱要是通过圆码编译 或者说你通过RPM 如果有依赖的话 这么多依赖 装了啥时候 就麻烦了啊 所以这块的话 我们用YUM的好处就是 依赖关系 就不需要我们管的 它完全自己会帮忙去解决 完全自己会帮忙去解决 这是三个安装方式 那么后期呢 大家在装的时候呢 就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 来进装吧 前期就是这个样子 后期呢 当然后期啊 以后呢 就是工作时间长了 那我还是建议大家 使用这个圆码包 建议大家使用圆码包 圆码包的好处就是说 它能够把一些软件 它的配置 它的特点 发挥到最大 建议啊 以后建议啊 现在前期呢 咱是 目前是学习环境啊 所以呢 无所谓 你自己呢 想搭什么环境 搭什么环境都行 这边的话 咱后面的话 就开始装这个 Masco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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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